这几个月我听到最多的话是 我妈催我回老家相亲了 我妈说让我别到处得走了 找个稳定工作 哪怕一个月三四千都行 我特别想和说这些话的姑娘 分享一个故事 我一个好朋友 28岁那年 赐掉了老家稳定的工作去了上海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但他说自己当时月薪三千五 工作清闲 但和自己的专业毫无关联 每天机械又重复 曾经想成为设计师的梦想 就那么被搁浅了一年又一年 而当年和自己一样的同学 现在混得风生水起 有人在北京创业把公司做上了新三把 有人在深圳做新媒体年薪百万 他不服气 他跟上海的朋友一起线上搞副业 下班之后做设计忙得不易乐乎 结果这位人却一盆冷水浇下来说他不务正业 在办公室的大哥大姐眼里 她是二十八岁 还没有结婚的奇葩 家里聚会的时候 她是七大姑八大姨口中不孝女 读那么多书 也没有见有什么出息 眼光高 不脚踏实地 在老家这儿 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一类 孤立无援 而现在 他在上海月薪无暗 干着自己喜欢又擅长的设计师工作 身边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花自己赚的钱买买买 整个人又美又洒 像换了个人一样 他说 虽然现在很忙很辛苦 却也特别心安 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更知道自己能给别人什么 为什么很多人 宁愿辛苦一点 也要拼命地往更大的地方走呢 因为在那里 满头脏辫弹吉他不是一类 一个人行走沙漠 做直播不是一类 停掉月仙两万的工作 在Gabier去看世界不是一类 辞去稳定的工作 在家写小说不是一类 四十岁没结婚 没生孩子 仍然活得像少女 也不是一类 在那里 没有人会嘲笑你的梦想 也没有人强迫你 必须活成什么样 作家苏森森说 女人就得多见世面 岁月会把你变成妇女 精力却让你成为 富裕的女人 我们必须很努力 才会成为自己喜欢的人 深以为然 你去过的地方 走过的路 尝试过的经历 都会变成未来的财富 我们不是一定要追求某种生活 而是希望 无论自己追求哪种生活 都能被尊重 经济独立 会改变你的思维模式 和生活方式 为什么我说 女孩一定要趁年轻 多弃见识 多努力 多赚钱呢 记得看作者甘北 写过的一个故事 叫 没见识的女孩 牛排都点八分手 里面一个姑娘 扣售自己的贫穷 她说自己没坐过飞机 第一次去西餐厅 点了八分手的牛排 并为此感到非常羞愧 因为觉得自己很丢人 都不知道牛排 要说五分和七分手 而不是八分手 这个细节 让我看得很难受 我一直觉得 一个姑娘有没有见识 并不在于 你知不知道牛排 应该几分手 而是哪怕不知道 仍然可以坦然接受 并且一笑而过 当你月薪五万的时候 你不会因为 穿廉价的T恤 而感到自卑 也不会为了 买一个潮牌球鞋 而欣喜若狂 你不会因为 别人拥有什么 而羡慕嫉妒恨 也不会因为 买了一件奢侈品 而没完没了的炫耀 月薪五万的人 和月薪五千的人 最大的差别 在于思维模式 和生活效率 经常听到 有人跟我说 真羡慕我们领导啊 每天工作日理万机 还能抽出时间 健身美容 听音乐会 真羡慕那些 名人大佬啊 一天那么忙 还能抽出时间 陪孩子 还能有时间运动 很多时候 并不是因为 他们时间管理比你强 精力比你旺盛 而是因为 他们不需要 在小事上浪费时间 当你有钱的时候 你不会为了 几块钱的邮费 跟对方讨价 还价半个小时 不会因为一点差价 在几个平台 来回对比 犹豫不决 而当你有钱的时候 你会选择更加便捷舒适的交通方式 租离公司更近的房子 找阿姨定期的来做清洁 然后把省下的时间去做 更加有价值的事情 当你有钱的时候 你会明白 常与同好争高下的快乐 而不会把时间 放在于傻瓜 论短肠上面 月薪五万的姑娘 没必要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计较 因为她的时间更加珍贵一些 你有多少赚钱的能力 就有多少抵御风险的底气 每个成年女孩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钱是最硬气的底气 之前认识一个小妹妹 刚毕业没有钱 只能跟人家合租一千块郊区的房子 每天上下班地铁岛公交 就要四个小时 有一次她跟男朋友吵架 崩溃到泪流满面 却不敢哭出声 因为怕吵到一墙之隔的室友 在单位被领导欺负恶言辱骂 无数次想要辞职 可是一想到信用卡欠款 就只能默默地把委屈咽了回去 没钱的时候 连放肆大哭都是一种奢侈 我一直觉得 我们这个时代 所有的安全感都是钱给的 当你有钱的时候 你才有底气跟老板说 要么你尊重我 要么老娘我就不干了 当你有钱的时候 你才有资格跟男朋友说 钱我可以自己赚 你给我爱就好 凤尔德说 在我年轻的时候 曾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我老了 才知道 的确如此 是啊 越长大越发现 人活一辈子 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美貌 容颜 可能会逐渐消逝 爱人 朋友 可能会离你而去 疾病 天灾 可能会随时降临 只有手里的钱 心里才有点 经济独立 才是我们面对生活 所有动荡的时候 可以让心安的资本 而你有多少赚钱的能力 就有多少抵御风险的底气 华裔女演员刘玉玲 曾经在一个采访里面说 我从父亲那儿学到了一件事 万事犹如生意 所以我工作之后 很努力地存钱 我称他们为 去你的基金 如果你有了这笔钱 当有什么意外发生 或者有人强迫你 或者是辞退你 你可以像这样说 去你的 姑娘 我希望你也拥有 属于自己的 去你的money 你独立优秀的时候 才会遇到更好的人 有句话说得好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姑娘 月薪五千 和月薪五万 遇到的人真的不一样 优秀的人会相互吸引 你优秀的时候 周围的同事 也会随之上升一个层次 而他们带来的交际圈子 也会不同 当你又于狭隘的世界 只能看见 眼前的几个人的时候 你不会懂得 行走天地 年薪百万的人 会接触到谁 有人都说 现在的女孩子物质 想找有钱人 但是姑娘 我想告诉你 其实男生 也想找有钱的女生 这个世界 没有那么多 无缘无故的爱 短暂的激情靠不住 原始冲动靠不住 热恋的时候的承诺 靠不住 只有你自己手里的钱 和能力 才是真正靠得住的 欢乐送礼的安迪 能力强赚钱多 所以遇到小包总的时候 可以单纯地去爱 面对婆婆刁难的时候 也有坚持自我的底气 都挺好里的苏明玉 经济独立 有照顾家人的能力 更有选择爱人的底气 你自己有钱的时候 往往不会因为 对方房子 写不写你的名字 而和男朋友吵架 因为你们 各有各的财产 谁也不占谁的 当你见过真正的好 才不会轻易地 被包装之后的好 去迷惑 当你拥有过很多 才不会轻易地 因为某些诱惑 而出卖自己的灵魂 和底线 女人的优雅大气和从容 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钱 堆出来的 有句话叫 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你若精彩 天自安排 姑娘 别急 当你有钱 又瘦又美 活得自信 从容时 潇洒大气 你想要的 都会来找你 我一直觉得 对于一个女孩来说 最重要的 不是用什么口红 背什么包包 而是经济独立 有资本 有建设 只有当你经济独立的时候 你才有资格说 留在大城市打拼好 还是回到小城市 安逸好 只有当你经济独立的时候 你才有能力分辨 到底你和一个人在一起 是因为现实所迫 还是因为爱 月薪五千的时候 前途迷茫 满是纠结 月薪五万的时候 很多东西早已经 不言自明 见过真的好的 才能分辨 什么是假的坏的 兜里有钱 才明白 什么叫话语权 和做人的体面 很多时候 我们努力赚钱 不是因为多爱钱 而是因为喜欢钱 给自己带来的那种 自由和骄傲 我们努力赚钱 见世界 见天地 无非就是希望 可以有资格 按自己的方式 度过这一生